大家好,我是雪梨,今天我们来看由阿如所写的三十三式枕上书《方外凡间卷》二十八 宋玄人梦到了小九生产时的场景,在小九生死历劫的哭喊声中,一道嘹亮的婴儿啼哭,让他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啊!可还未带心老老实实放进肚中,产房传来的尖叫让宋玄人过不得规矩,下意识冲了进去 怎么回事?妖,妖,妖怪!文婆一屁股坐在地上,还是莫言上前将孩子抱到宋玄人的面前 那个欲学可爱的孩子正扬着诡异的笑脸,而身后毛茸茸的肠尾摇晃着,像结了狐狸的尾巴 什么?从梦中惊醒,宋玄人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 王军!小九揉着眼睛跟着一道坐了起来,待看清宋玄人额头上浸出的细密汗珠,拿着手帕给他擦拭着 怎么了?可是做噩梦了?握住小九的手臂,宋玄人下意识看向着人儿,此时依旧平坦的小腹 猴头滚动,心若雷骨,好伴赏才重新拥着小九躺下 嗯,做噩梦了 文言,小九撑着身子将宋玄人的头抱进怀里,如同小娘亲一般安慰着 不怕不怕,梦里都是假的,不想啦 许是有了身孕的缘故,明明是小九哄着宋玄人,却静止将自己给哄睡了去 他趴在宋玄人的身上,鼻息间还带着轻微的憨声 大掌贴在小九的小腹上,看着身旁这个睡得一脸懵懂的人儿 宋玄人的眼底有着隐隐的担忧 若是这个孩子如他梦中那般有异想,那么小九的秘密就藏不住了 一想到小九可能会被这个孩子害死,或者被迫离开他,宋玄人眼中的杀意见您 说过,不要这个孩子 哦,疼 出于母亲的本能,睡梦中的小九在感知到妖妇间传来的力道时 下意识护住小腹,推举着宋玄人的大手 亲了亲小九的唇角,宋玄人看着仁儿还没有醒过来的迹象 他起身披了件外袍,对着外奸的大内官道 让阿姨来见我 王军,书房里,阿姨双手做衣,跪在宋玄人面前等候指示 你去民间寻散五个刚刚有孕的妇人 将他们安置在不同的地方,与外界隔离开来,直到生产 是 小九有孕的消息,在第二日就传到了太后的耳里 文炫赶来的他,不仅备足了赏赐礼物 更是直接带了教练,打算将人给带货去养胎 时光红刺,他可千万马虎大意不得 尤其这前三个月,更是要小心 万一一个不小心,有了意外闪失 他可真不知道在百年后,该如何面对先王和先王后 小九哪里知晓,太后打得如意算盘 他只知道自己一睁开眼,床榻上就剩自己 墓园见他醒来,伺候的人鱼灌而入 而江江用了安胎药,并听人传唤,说太后来了 正欲下床行礼的小九被快步上前的太后按在远处 只见笑开了花的太后握着他的手,与众心肠道 免里免里,都是有身子的人了,要分外小心,可明白了 谢谢母后关心,小九没事 哀家可是听太医说了,你这胎像不稳,得好好养一养 太医给开了安胎药,小九都有按时服用 宝宝很乖,太医方才来问诊,说孩子没大碍了 将掌心贴在小腹上,小九低领下眉眼,笑得十分温柔 小九会好好保护他 来人哪,把哀家给王后还有孩子的礼物都拿上来 大手一挥,有备而来的太后显然十分豪气 看着面前一箱又一箱的珍奇异宝 真金白银,明晃晃的在他面前一字排开 让小九窃窃窃窃窃感受着这成余皇室的豪华阔绰 这一胎,是王军的第一个孩子 若是男孩,定是成余下一任的储君人选 若是女孩,就是我们成余国最为尊贵的长公主 拍了拍小九的手,太后笑得十分慈爱 你是个有福气的 太后的话让小九压力陡增 她缩了缩脖子,只能配合着笑笑 对了,她也可说,前三个月她儿是最不稳 要小心照顾 嗯,她也有交代 那这样吧,你去挨家那处住着 这三个月,母后亲自照顾你 如何?上了半晌,终于切入主题 太后看着小九,虽面色柔和 语气里却是不容拒绝的强势 这,小九舔了舔嘴唇 有些艰难的不知该如何开口 毕竟男人手短在前 看来真如王军所说,自己终究不是母后的对手啊 小九才将将有缘 母后就要同儿子巧人 这,不合适吧 宋玄然费了好一番口舌 才打消了太后将小九带回去的念头 在太后的三立五身中 宋玄然三指朝天 发了誓保证自己不会跟小九同房后 依旧带有一律的太后 这才不禁不愿地离开 以后太后再过来 若是本王不在,就先拦着 若是拦不住,定要第一时间去找本王 可记着了 对着慕宁殿服侍的一众工人 宋玄然交代着 显然上一次太后不打招呼 将小九带去无量山 给他留下了无法磨灭的阴影 交代完毕 宋玄然在镜屋看小九前 特意去敬了手和脸 重新换了身衣裳 生怕将外间的浊气沾染给他 他一说了要卧床休整三天 小九嫌呆着无聊 被央着宋玄然给自己找些有趣的赌物来 所以当宋玄然走进内间的时候 就见小九已靠在软枕上 聚精会神翻着面前的书本 显然入了迷 在看什么如此着迷 将小九抱坐在腿上 宋玄然扫了一眼 他特地给小九找的鬼怪致意 但看清那展开的一页上的文字时 眸崩微闪 再看书生和狐狸傍安的故事 从小在无量山长大 可是师父他们很少会给他看人世间的画本子 也是出了无量山 才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而宋玄然这次给他寻来的这些画本子 不同于他之前看过的那些 不再是江湖侠客 富家公子 红世贵胄 语寻常的 或是不寻常的女子的故事 这几本读物的主角是各种精怪 有动物化成人形的 还有魂魄激溜人间 想要报恩的 可谓是让人目不暇接 他太喜欢了 哦 听起来十分有趣 小九同我说说 我还剩级也没有看完 就是书生静静赶考前 无意间救过一只小狐狸 然后他进监赶考 那狐狸就化身为婢女 跟在书生身边照顾他 同宋玄然说着话 沉浸在剧情里的小九 显然一目十行 着急知晓接下来的剧情 他们最后在一起了吗 跟小九理着夹编的乱发 宋玄然看着那在阳光下 怀中仁儿的皮肤 白得几乎透明 没忍住 凑上去 在那浇那绵软上清了一口 书生考取状元后就娶了他 也算是个美满的结局 三两下翻到了大结局 甜甜的剧情走向 让小九的心头也是甜甜的 他仰着头 双毛里透着的 是显而易见的心满意足 哦 是真的好 不过我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小九方才说 这书生和狐狸化身的女子成婚了 你说他们成婚之后 生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啊 斟酌着自己的字句 做学人是既想试探 又怕失了分寸 他紧盯着小九的脸 观察着他的反应 这 小九从未深想过这些 宋玄人的疑问 也勾起了他的思考 看着眼前人儿 一脸认真思考 时不时透着一脸恍然大悟的模样 让宋玄人更是 佐证了自己之前的猜测 他不碍事事的傻宝贝啊 在来到他身边之前 也定是懵懵懂懂 不懂情爱 是他 将他拉近这万兆红尘 还用了不光彩的手段 还将他聚在自己的身边 想到此 宋玄人感叹 好在自己早有准备 嗯 狐狸和人 要么生出人 要么生出狐狸 再不然 可能生出一个 长着狐狸尾巴的宝宝 哪里知晓 宋玄人当下心头的白转千回 小九还沉浸在这个问题中 正儿八经地和他讨论着 可能的后续 王军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在他爱极了的小嘴上 清除了几口 宋玄人语气极低 毛子里是能够 逆死人的温柔潜泉 说得对极了 不过有一点 你可能说漏了 什么 歪着脑袋 小九十分好奇 你方才说 那书生爱极了狐狸化身的女子 那么他们的孩子 无论是人是狐 我想那书生 都会万分疼爱 就如同他爱极了怀中的这人儿 只要是他生下的孩子 他都会捧在掌心 全心全意去呵护疼爱 真好 小九歪着脑袋 显然陷入了被宋玄人勾勒的 美妙画卷中 对书中没有提到的那一对人儿的后续 多了几分瑕疵 前一夜的国舅府 你怎么在这里 头叶青蹄几乎是前后脚来到这国舅的府底 紫西特意绕开叶青蹄守着的地界 让到另一头 在后门的墙头守着 还未等他摸出随身带的酒壶小酌一杯 便被身后冷不丁传来的声音吓得险西掉了下去 我为何不能在这里 惯会虚张声势的紫西 耿直了脖子 言之凿凿的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便在这里做什么 胡闹 言译出 叶青蹄便知晓着 然而定是偷听了他和曹大人的谈话 自事体大 你身为异国公主 更是应该避险 哪里还要往前凑的道理 快些回府 今日我就当没有见过你 我不 紫西跳下墙头 走到叶青蹄面前 难不成将军还真相信 国舅府有活力精 国舅也是活力变的吗 在来之前 紫西有心特地去市井打听了完 这一打听才发现 这国舅府已经被传得快要妖魔化 他看着叶青蹄 搓着眉头不言喻的模样 便压低声音道 书经谣言四起 最好的办法便是学得真相 说不然 不仅是国舅 就连小九 怕是要受到牵连 你不信这些谣言 叶青蹄看着面前一袭黑衣 眼眸却亮得发亮的女子 忽而想起之前 她不仅与王后 也同国舅相交过密 便越发觉到 这件事她不应该参与进来 要我说他们是神仙 我倒还能信上几分 说他们是妖怪 那打死我也是不信的 紫西摊手 以她对赵子墨的了解 若是让她知晓眼下的谣言 说她是狐狸精变的 怕是能将她气地 去拧弹造谣者的脖颈 行 你待着吧 在此处守好 我同你一道 紫西和叶青蹄在国舅府的墙外 这一手便是一个多十颤 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 紫西实在熬不过当下 依旧精神抖擞的叶青蹄 便抢在她赶自己回府之前 摸出她别在腰间的小酒壶 搓着手道 有些寒凉 我们喝点酒去去暖 你一个女人家 出门随身带着酒壶 成何剃头 叶青蹄古板惯了 对上紫西这个 常常不按套路出牌的对手 冷静自持如她 也时不时会被气得跳脚 带酒壶怎么了 我没事还逛青楼呢 别跟我说男女有别 我就是不服气 凭什么有些事 你们大老爷们可以做 到我们女人家 这这不许那不许 在我这 没这个道理 辛辣的口感 自后她滑落进脏腑 而后的回甘 在尘尺之间 留下淡淡的桂花香气 使她最爱的桂花尿没错了 和叶青蹄的目光对上 仔细摇里摇头 无奈的 来来来 好东西大家要一起分享 你板着脸做什么 你板着脸 我还是这样不会改 倒不如开心点 我们夫妻俩愿下小拙 也别有一番风味 虽然嫁给叶青蹄的时间不长 但是紫西却对面前的男子 有着特殊的信任和感情 她嫁给他 他给予他足够的信任和自由 在他的面前 他甚至不用绞尽脑汁去伪装 甚至也试些什么 随着两人日渐相处 他想怎样便怎样 即便这男人嘴上反对着 却也从来不见阻止 就像现在 哪怕叶青蹄不赞同紫西饮酒 但在他小拙了一杯酒 递到他面前时 叶青蹄还是伸手接了过来 仰头一饮而尽 天气寒凉 你又何必在这里受冻 有我守着 你还不放心吗 叶青蹄看着面前的人儿 饶食他在此一段 也感知到了 事关的人 面前这人儿自然万分上心 多一个人 多一份力量嘛 将军莫要赶我走 可好 紫西眼笑艳艳间 要给对面这人马上 你一直随身带着的手串 是国舅送你的对吗 之前叶青蹄看着 便觉得眼熟 直到后山那一次行动 他才想起来 之前在朝堂上 见到赵子墨带过 紫西抬手 好万间的猪串 透着银热的光泽 他倒是没有觉得 有什么不妥 点头硬道 他说这玩儿辟邪 让我随身带着 不知怎么的 紫西坦大了模样 任心头正不断泛着酸水的 叶青蹄突然好过一些 他仔细观察着 对面这人儿的神色 心下暗存着 可能他同赵子墨 真的就只是朋友 并无其他暧昧 一颗星忽上忽下 患得患失 是这位大将军 在之前二十多个年头里 从未有过的体验 外界对于国舅 甚至是王后的传言 我知晓你不信 其实我也不信 但是你我不信又如何 要堵住泱泱民口 要的便是证据 缓缓开口 这是叶青蹄 第一次正面回答 紫西之前的问题 而作为调查者之一 叶青蹄本不该让自己 有预设的立场的 嗯 我明白你的意思 紫西左右看了看 静谧的夜空下 甚至连野猫的踪影 都寻不见 他也不知晓 这样蹲守的日子 究竟要多久 才能彻底将人洗白 但赵子墨偏偏又不在 即便有人刻意泼脏水 又无人来铺斥 耐心守着便是 若是有人刻意陷害 早晚会露出马脚 眸光微沉 叶青蹄早已心中 有着自己的打算 嘿 有没有人夸过蹄子你 风老俊一 十个万里挑一的 君侠小哥 仔细的一向 不按常理出牌 三杯桃花酿下肚 他此时撑着下巴 眼带迷蒙地 看着面前的男子 大胆发言 石人鸡说 这成一国的王军 风子无双 乃天底下第一位男子 但我却觉得 这风子无双的名头 该与蹄子你 一道平分秋色才对 你莫要乱说 仔细一向 已不禁忍死不休 作为铁骨铮铮 不苟言笑的操汉子 平日里 哪有人敢在他面前 如此调笑 多亏夜色遮掩 才隐去了 叶青蹄子时 不断上勇的热气和泛红 他拿走仔细手里的酒杯 将他喝了一半的酒 一饮而尽 你醉了 但是他却好喜欢 他给他的称呼 蹄子 还从未有人 这般换过他 你是害羞了吧 摆了摆手 仔细一副老神在在 过来人的模样 事实而已 若你觉得我是在攀你马屁 那就全当我讨好你 别跟我走就是 你这嘴 仔细笑得一脸灿烂 眼波流转之间 是动人的颜色 闭过眼 不敢去面对 面前灼灼的目光 而偏整过头的叶青蹄 被一闪而过的几道影子 瞬间吸引去了注意力 一把将仔细扎剑里护着 两人弯着腰 躲在墙外的矮观幕后 叶青蹄放开 捂住仔细的嘴 在他耳边轻声道 嘘 看前面那边 一阵天旋地转 吓得仔细以为 叶青蹄如紫禁不住道 受信大发 就要对他图谋不轨 耳边的声音 让他冷静下来 他紧紧盯着稍远处 成群结队 至少有三五只狐狸的墙根 对叶青蹄做着口型 我们过去看看 这一章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天天有弹客 我是雪梨 拜拜